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夺走大约700万条人命 三年过去了COVID-19病毒 究竟怎么来没有一个答案 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 美国能源部一改先前无法确定的说法 认为很有可能是源于大陆的实验室外泄 但却不是最终结论 因为这个说法 美国政府内部还没有达成公式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干脆直接点名 北京必须对新冠病毒起源更加诚实 对此中国大陆外交部跳脚痛批 美国将新冠病毒政治化 新冠病毒究竟是不是来自武汉的实验室 CNN回顾曾经多次想前往采访 但屡屡遭到拒绝 只能拍到实验室外观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要求 必须用尽所有手段弄清楚 但能源部对报告内容却没有十足把握 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病毒真的是从实验室外泄 想追踪病毒的真正起源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真结点就在于中国大陆不透明的做法 不接受外部人员调查 新冠病毒怎么来真正答案恐怕永远找不到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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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